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介紹一款八變養生茶 這款茶可以對失眠、多夢、有療效 而且對於體虛、經常出冷汗的人 或是瓶液不足、口乾的人都有幫助 這次的主角是孫祖人 但我們就要炒了的孫祖人才能安眠的作用 如果是生的孫祖人 反過來是有提神的作用 所以就要看你自己是希望用哪一個功效 如果我這次是想用來安眠 因為我不是睡不著 而是睡著了之後就有很多夢 睡醒之後也會很累 我們就要用一些炒了的孫祖人 其實我買的時候 我已經跟他說是炒了的孫祖人 但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它的顏色好像也不夠深色 我就好像懷疑它是一些生的孫祖人 所以就不如自己炒吧 方法都很簡單 我們用白鑊 即不用油的 白鑊我們用小火 把那些孫祖人放下去炒兩分鐘 而且你會看到它的顏色都會轉心色 而且你炒的期間就是不斷地炒 不要讓它焦之類 那孫祖人其實有養心補肝 和靈心安神的作用 它又可以對於身體虛弱而出冷汗 它又可以幫助收汗 而且也是新瓶的 它對於虛煩不眠 或者是心貴 或者是很多夢 也是有療效 正如剛才所說 體虛多汗的人 以及瓶液不夠的人 這個孫祖人也是非常好的 神龍本草經 曾經有記載過 孫祖人是可以安五座 又可以減肥 和延年益壽 而現代的研究 亦發現 孫祖人是可以幫助 維持身體營養的平衡 以及對於靈心安神 體虛多汗 以及亦可以補肝 它用來煲湯 或者用來泡水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用之前 都要特別處理 炒完之後 就畢起它 由它攀動 為什麼要特別處理呢 因為孫祖人 其實外面是有個硬殼的 現在我們先減量 每次就不用太多 這次是一至二人的份量 我用了5克 如果是三、四個人 煲湯用 或者之類 你可以10克 因為外面有個硬殼包著 如果你不特別去壓碎它 它裡面的營養就不能出來了 所以就減低了功效 所以就一定要是 將它打碎 或者是壓碎 我就會用一條匙巾這樣壓 又或者你可以用一些 小小的攪拌機 或者之類 這樣打碎也可以 但是記住 也不可以說 一次過將全部打碎 先這樣 因為呢 如果一次過打碎 擺來了 它們的功效就會少了 或者失去 所以每次用 每次才來弄碎它 或者壓爛它 這樣 現在呢 我們把一些已經壓碎了的 炒了的酸組人 放在杯裡 或者放在茶壺裡 另外呢 有一茶匙的杞子 和六至七粒的龍眼肝 這隻是紅棗 我們就剪開去 放三粒 剪開去 還有不要過核 因為如果要核 就會很燥熱的 紅棗、原肉和杞子 都有補血 和靈心安神的作用 這個茶其實 你日後喝就可以 或者睡前喝也可以 我們首先就沖點熱水 第一缺水 我是用來清洗的材料 所以就會倒進去 第一缺水 然後呢 再加入一些熱水 這缺水呢 我們就可以蓋上蓋 焗它30分鐘 焗30分鐘之後 就出味了 你就可以喝了 喝了就 希望可以對失眠有幫助 而炒祖人 其實還可以配其他材料 用來焗水 例如福寧 福寧 福寧 也是最好壓碎 還有金草片 或者是菊花 玫瑰花 也可以的 其他酸祖人 炒了酸祖人 我們攀凍之後 可以入瓶子 你入了瓶子之後 就可以放在雪櫃0至4度 那些地方 又或者在陰涼的地方 也可以的 還有呢 睡得好不好 除了用食療去幫助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在睡前 就最好 有一段時間 都不要用手機 因為那些 輻射那些 都會很影響腦 而且我們可以睡前 做一些小小的靜坐 又或者是聽柔和的音樂 讓自己可以平靜一點 應該睡覺就會更好 睡得更好 通常治療失眠 需要的時間 都差不多一個月 因為七至十天 可以為一個療程 大概要三至五個療程 才會見效 差不多都會喝一個月 但對於有些人 一定要吃安眠藥才能睡得到 這個情況下 孫祖人也未必會幫得到 而孫祖人也有副作用 但相對就少 大家就會留意了 如果你喝了之後 你感覺有副作用 就不要再喝了 它的副作用 例如 會有口唇 或者舌頭麻木 或者喝了會關節痛 或者喉嚨不舒服 或者是心裡不正 有副作用出現 就不要喝 這個孫祖人也不適合 太過疲累的人 或者是煙酒過多的人 腎功能不好 身體容易過敏的人 都是不適合 孫婦都是不適合的 其他人就可以不妨試試 如果有睡得不好的問題 也可以不妨試試 如果喜歡一條影片 就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亦很歡迎你們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另外在我的頻道裡 我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單 我每次拍完影片 就會把它處理到不同的播放清單裡 你們有時間的 都可以按進去看看 我以前拍過的影片 我裡面其中有一個叫膠遊樂 有一些本地的行山片 和水上活動的影片 風景都很美 你們有時間都可以按進去看看 另外 按進播放清單裡看影片 就很方便 因為它會一連串播放的 在我的影片下面 有紅色訂閱的位置 按了之後 按旁邊的鐘仔 選擇全部 那就訂閱成功了 是費用全面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還可以like它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